我们很自豪的评价 我们中原王朝先进 匈奴落后 为什么落后呢 他们竹水草席涉猎 望君臣略昏幻 石途无援 竹水草席涉猎 这能明白吗 望君臣略昏幻 望君臣 他们没有像咱们中原这么严格的那种 君臣关系 也没有像中国这么 中原这么严格的那种 敌长子继承制度 所以他这个 蝉鱼一死 大家就抢 谁抢的是谁的 望君臣略昏幻 侄子娶姑妈 这种事非常多 舅舅娶外甥女 然后 亲 就是他爹一死 除了亲妈 所有的妈都娶 然后 弟弟娶嫂子 实际这种收继婚制 这太原始了 迟途无援 他没有成 援就是成 骑着马随便跑 这太落后 这民族 什么玩意儿 难道我们中原 田土之可耕 是吧 成国之可守 是吧 哪我们中原先进 这太落后了 你别看 民族落后 他的民族落后 打仗很厉害 是吧 莫独这个人厉害 莫独蝉鱼 他爸爸是 他爸叫什么来的 君臣蝉鱼 还是老尚蝉鱼 我忘了 反正也是一个 什么蝉鱼 他爸不待见他 想把他干掉 就把他送到 粤之国 做人质 结果刚把他送到 粤之国 他爸出兵攻打粤之 他等于就逼着粤之王 杀掉莫独 好像粤之王比较厚道 没杀他 莫独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 他爸爸就 他是长子 道理说应该继位 他爸爸就给他 给他一块封地 封地也不怎么样 他爸爸宠信小儿子 想让小儿子继位 莫独就训练自己手下一帮死士 一帮死士 跟他一块练射箭 他的箭头是空的 射射就会响 这叫鸣笛 他说我这个鸣笛射到哪 你们的箭就射到哪 这帮人都跟他射飞禽 射走兽 然后莫独射自己的爱马 凶奴人 马就是老婆 他拿这个射自己的爱马 别的人就 有几个就不敢射的 凡是不射的 一律杀死 一律杀死 所以剩下人就知道了 大哥射哪 我们就得射哪 然后他射自己的爱妾 又有不敢射的 不敢射的又杀死了 所以以后他射哪 大家射哪 没有不敢射的 最后他射自己爹 那帮人都跟着射 是吧 鸣笛弑父 把爹杀掉了 你看这人多狠 马老婆爹 全干掉 为了权利全干掉 所以他是草原上第一位圣主 熊主 所以他统一北方 占领河套 结果他 莫独山鱼强大了 他也是赶上 他赶着日子也好 因为当时正好是 秦末农民战争 然后四年楚汉之争 中原王朝 忙于内战 没顾上 所以他占领的地方 就算了